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允许乘客吸烟的 只不过吸烟的时候要去专门的吸烟室 否则对其他不吸烟的乘客造成一定的影响不说 严重的还会导致高铁误判故障 造成紧急制动 日本的高铁之所以允许乘客吸烟 而我国却明令禁止 其实并不是因为日本的高铁技术比我们的先进 而是由于日本的新干线已经开通很长一段时间了 人们所选择的出行方式也不仅仅局限于高铁 加之人口数量稀少等原因 才导致高铁运营方不得不想办法 来为高铁吸引到更多的乘客 不过话说回来 日本高铁的吸烟室也是有讲究的 因为是建在高铁车厢里的 因此它不同于普通的吸烟室 是按照高标准高配置打造出来的 这样做的目的 一方面是为了保障高铁的安全 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抬高吸烟车厢的票价来谋取利益 照这样来看的话 想来我们国家的高铁车厢 也是可以学习日本高铁来安置吸烟室的呢 对此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呢 好了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